Hello大家好我是惠子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肤流程 然后呢今天本来出门的时候是没有化妆的 但大家懂的去商场里嘛 然后有那种化妆品专柜啊 试着试着不就有妆了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要从我的卸妆清洁面部 到护肤的一个流程展示给大家的 先把头发扎上 要不然的话会弄的 不想弄的到时都是那个水 对不起 可能会拉到大家的眼睛 头发都是说头发对一个女生的颜值非常重要 然后呢卸妆我先用的是这个 植村秀的卸妆油 其实我用什么牌子不重要 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嗯 嗯 现在试了那么多化妆品 每次我其实不喜欢化妆 每次一化妆就感觉皮肤变得好差 然后呢这个卸妆油 就是卸妆油算是比较温和的一种卸妆产品 然后呢用完卸妆油以后 它不是像卸妆水那样直接抹的 而是你要用水去把它乳化 第一边用一点点的水去乳化 然后呢最好要用温水就皮肤伤害比较小 然后呢 第一边乳化完成 第二边再拿一点点水去乳化 就不要拿水直接先大面积的冲 然后呢 然后呢最后 我们再用水 很大一堆的水 把它全部冲掉 接下来我要用的是这个 这个牌子叫做 E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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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 是美国的一个牌子 然后我在亚马逊上买的 看网上说还挺好的 是一个氨基酸洁面 就是说他们都说造基洁面会焖豆啊什么的 所以大家都说推荐用氨基酸洁面 好像这个 做完以后会有这种小小的泡泡 就这么洗人 其实我洗脸手法不太对 他们都是说从内往外 然后打着圈洗脸 这样子 好啦我用洗面奶洗完脸了 然后呢 一般情况下我看 就是说韩国人都会在洗完脸后 会二次清洁 然后呢 用来就是这种二次清洁水 基本上就是把脸上喷一遍 然后呢等十几秒以后 再用化妆棉把那个水擦掉 就是进行一个二次清洁 或者清洁毛孔 就是清洁比较干净 但是 就是不要天 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就是那么油 然后比较敏感的话 就不要天天用这个 所以我就是 大概一周用过一两次 然后呢 今天是因为要用这个 嗯 洁净面膜 洁净面膜就敷好了 然后呢 它是不能敷到眼睛旁边的 因为眼睛旁边的皮肤比较脆弱 然后还有就是我没有敷全脸 因为 就我以前是敷全脸的 后来我就发现 因为我脸 就皮肤特别干 就有的地方就会很疼敷的时候 所以我那种地方就不敷了 不过这块旺敷了 这块应该没有那么干 然后呢 用过头 我的皮肤是冬天偏 混干 然后夏天混油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夏天我可能会多敷一些 然后呢 主要是清洁鼻子 所以鼻子上会多敷一些 然后这个不要敷太久 大概敷个十到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十几分钟过去了 可以发现我的这个 结晶面膜已经干成渣了 然后我要把它洗掉 好了 我现在把结晶面膜洗掉了 有没有感觉我的脸干净了很多 就是很通透 然后呢 一般洗完结晶面膜 我会用一个补水的或者保湿的面膜去敷 好了 敷了十五分钟左右 我说 没有我看得那么怪异 然后嘞 当当当当 水淋淋的我 然后呢 底下这个敷一下脖子 不浪费 一般敷完面膜以后 我先 就是这个脸会剩很多精华嘛 我就会把它 哎呀 哎呀脖子敷不上算了 最白的抹到脸上 就不太浪费 多 好 好了 没有没有精华洗掉了 我现在是不是看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嘞 我不会用毛巾去把脸擦掉 因为我觉得毛巾很脏 然后呢 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用那种洗脸巾 就是淘宝上可以买到 其实不是很贵 然后那种是比较温和 让对点比较好 然后呢也不会很脏 其实这种我现在 因为我买了洗眼镜 还没有到 然后呢 我现在不想用毛巾 所以我就只能用手 把水抹掉一些 然后呢让它自然晾干 但其实这样对皮肤也是不好的 因为那个水在蒸发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皮肤上的水分也会带走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这么做 但我现在没有办法 就总比用很脏的毛巾擦 然后白洗一遍脸更好一点 所以我就等它干 然后我就要上一些常规的水和乳之类的 然后呢 现在是由秋冬 哦冬 转 下 差不多就是突然开始变热的那种季节 所以我脸就有点点 稍微有点敏感 然后呢 就最近 冬天的时候会特别干嘛 那最近又开始有一些出油 就很诡异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一直都是面霜的 因为我脸就太干了 那我就告诉大家就是 你就是按照你自己脸的变化来调整 如果你就是 我的脸最近就有点起皮 就是如果它这一块起皮的话 不用全脸的抹 就把这一块抹 稍微就是多用一些 然后呢 日常正常的水和乳 就是一年四季正常用 但是水和乳呢 我之前都是一直用一款 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你夏天的和冬天的水和乳 最好是不太一样 就是冬天的它保湿更强一些 但是每个人肤质不一样 按照我的肤质的话 然后呢 夏天的话 就是我会用更清爽一些 因为我夏天是偏油一些 偏油就比较多 然后如果用的那种 就有可能闷斗 然后呢 我现在用的是月师风影的这个 绿茶的这个 其实这个月师风影嘛 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大用 就是保湿啊这类的 要是 反正我年轻嘛 就保保湿就可以了 嗯 这个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害数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水 然后呢 我主要是买的嘛 之前然后就把它用掉 然后 但是其实我后来就是 嗯 又找人带了一个日本的 那个自生堂 有一个在日本 只有在日本才能买到的一个系列 叫D program 然后它是敏感机专用的 我觉得就是对年轻的 嗯 像我这种年龄呢 就是更好一些 因为就是不会太刺激嘛 然后呢就是 这个 但这个呢就是太清爽了 这个是调整油性肌肤的 然后我冬天用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脸 用这个太干了 所以我只能夏天用 所以我还是继续用那个月师风影的 然后呢它这个D program 它不止一个对油性 它还有那种对 呃 什么 干性啊之类的 但是我就没买对 然后呢 后来我冬天买的那套 霍博皮 它是到是到了 但是马上就要夏天了 我只能囤着明年冬天再用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用 二十分银 擦水和乳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就是千万是 前面一个东西干了 等它吸收掉 你再抹下一个 要不然你就是 两个重复抹在一起 会影响效果 然后也容易让脂肪力之类的 这个水差不多 抹完以后轻轻按一按 轻轻的拍一拍 让它吸收好 然后我要用这个乳 我会用手先把它搓一搓 然后呢 稍微有一些温度 然后呢 这样子抹到脸上 就是轻轻的 因为如果你上的时候 如果很使劲 拉扯皮肤的话 反而会造成像一些纹路啊之类的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呢 虽然我才十六岁吧 但是我就是之前经常熬夜嘛 现在也经常熬夜 所以就黑眼圈非常重 然后呢 就可以看我眼周 之前还有一些小细纹 我就被吓到了 我就买了一个 科研社的这个牛油果眼霜 以前用的不是这个眼霜 但是 就是基本 我用的都是这种保湿的 从来不会用那种抗衰老之类的 因为这个年龄嘛 然后呢 用这种眼霜 然后一定要用量不要太多 所以我也不然就会长脂肪力 就是我每次就是润一下眼周 就是对熬夜的眼睛 还稍微友好一些 这种感觉 然后呢 上眼霜的时候 其实一定要轻轻的 如果你上眼霜的时候 还是已经拉来拉来去那种 我觉得很可怕 反而你把蚊给拉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不要用这种食指 要用你的小拇指啊 或者这三个是指 指头任何一个 就会力度很轻 就是你用这几个收拾的时候 你的力度自然就会很轻 就是对眼周皮肤就比较好 因为眼周皮肤是很脆弱的 不能使用很大的力气去碰它 然后就点点点点点 点点点点点 好了 最近稍微有一点点油 但是我这个 脸颊还是偏干的 我就剃去偏油 所以我脸颊的时候 还是会抹 稍微抹一些面霜 脸颊上面 就是嘴 尤其是唇周这边 最后呢 晚上的时候我还会上唇膏 上完唇膏 但是今天呢 由于做了很多面膜 所以我嘴也要 附一个这个 蓝芝的这个唇膜 然后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很厚的一层 然后涂完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都把它洗掉 因为我嘴经常会长死皮 所以一周会用一次 还是挺好用的 然后呢 这就是我非常完整的一个护肤步骤 但其实一周 其实就有一次会这么夸张 平常的话 一般就是 正常的洗面奶 或者如果是用那种 防水的防晒霜的话 就要用 洁面 那个我只有这样 一个卸妆油 卸妆油尤其是比较温和的一种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周再进行一到二次的 再洗面奶 之后 进行一到二次的 那个用这个二次清洁水 然后再正常的水喝乳 然后如果干的话 就用眼霜 然后喝眼霜 就这样子 然后 谢谢大家 然后呢 我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减肥成狗 然后 我上一周 掉的不多 掉了一斤左右 就是说 我现在是等于成功 从一开始 一百二十斤 现在已经 减了十三斤 一百零七斤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就是健康减 不要一下子减太多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然后呢 经常足足锻炼 什么的 我最近有一点点 恢复饮食 因为我发现 我还是想吃好吃的东西 但是一般 如果真的吃的 特别高油 特别高颜度性的时候 我就会吃一些 就晚上少吃 或者是 控制在八个小时内 那种八个小时减肥法 我大家感觉 就会录一下这个视频 我觉得 还挺有意思的 值得说一下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